哇 让我们看看呗 现在不给你们看 她都还没有来 还没有看到怎么给你看啊 那你还用人家的号直播呢 我就先把她拨着呀 到时间了 等她过来 而且我在这等她过来 我又没有偷偷的直播 啊 我又说的好像我就跟 每天偷偷一样的直播 那我直播正闹光明的呀 你直播的时候 我们又不知道啊 你现在连线你要干嘛嘛 你就是觉得我用她号直播 你不开心吗 啊 我就是不开心怎么嘛 她直播都行 你直播不行 你现在在在哪呀 我在怎么嘛 要给你汇报 我今天我今天都没有看到你 都没有看见过你 我去收其他东西了 你去收东西呀 啊 真的吗 我我骗你干嘛呀 我以为你我跟你一样啊 我怎么准备礼物呀 今天过节准备礼物没有什么问题吧 你不用在这里拴这些东西 是的 你在她家是吧 对呀 怎么了 你不会今天又要过来吧 我想过来就过来啊 我希望你回去了 你今天都没 你今天怎么不回去 陪你陪你爸爸他们呀 我不想回去呗 你又不回去 那你又在外面晃荡 多不安全呀 我问你好你就不听 你说话真的是好好说 哎 问你好你又不听 你自己又不回去 叔叔阿姨们都让我过来 那我 你过来干嘛 你管我干嘛 我等一下要送东西给大鱼哥 你等一会过来 那也让我看看你送什么东西呗 我到底要看看你要送啥 哎 你就不要过来了吧 什么我不要过来 什么我不要过来 现在你跟大鱼哥又没有什么关系了 就也只是朋友啊 而且昨天就叫你 她是朋友啊 而且昨天 那你不也是朋友吗 真的是 你凭啥在我 凭啥在她家呀 那我凭啥要走呀 我 我家里人又没有管我这么多呀 你 该回去了吧 你家里人不管你这么多 说明让你 就那样放荡呗 这这个叫放荡吗 这个是我自己有主见 我 这个叫有主见 自己的工作 自己在外面 家人都不管 这个叫有主见呀 不是我这么大的人呢 他们需要管什么呀 又不是你这么小还需要管 然后你才要听他们的 叔叔阿姨们都让我过来 那 我不要 我觉得你不要过来 我要过来 我就要过来 我现在在楼下 你在楼下 啊 怎么嘛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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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门禁 你 我为什么不知道呀 你都知道我就不能知道啊 你说话真的是 到 你到时候来 今天明明大家开开心心的过节 你一过来大家到 一会儿又不开心 没有叫什么送上门 我不想 我就要过来 你都在我 为什么不过来 你来等一会儿大家又不开心 又要扯着扯那的 是看见你在那儿才不开心吧 你来大家才容易争吵呀 我来争吵 我说的好像我专门来吵架的一样 我说的好像 而且都跟你说了 让你回去 让你回去 有可能今天你爸爸有可能还给达玉哥打了电话的 打了就 打了呗 你这样让达玉哥好难 好难做呀 就喜欢刷小脾气小性子 你那样那你那样天天陪着他你就想让我放弃然后你就有机会了呗 我表明了我的心意啊这没有什么不好说的 还有很多叔叔阿姨说让你来怎么怎么样 如果你们的孩子过了过节在外面你们就不管他吗 你们就不担心吗 而且他还那么小 那你说的不就是你一样吗 我我我很我大 我感觉你在说你自己啊 大家都是成年 不要跟我说年龄 你才18岁你才多大呀 成年了就可以了就不要说其他的了 如果是你的情况不一样 嗯你就 我要特殊点呗说明 就是这么特殊 确实比较特殊啊你 我我真的不知道有些叔叔阿姨说什么抢男朋友什么怎么样 当时你和达玉哥是已经分开了的吧 我刚分开你就来了那不就差不多是了吧 不是刚分开吧 你们已经扯了很久了因为这个事情 你 要不是因为你呗 说明我之前跟他道歉 要不是因为你啊 他早就 你们两个早就不到了 不是啊你们 你们来来回回扯了多久了不什么 是不是因为我 你如果没有你 把他的心都伤透了什么什么因不因为我的 他只把我当朋友而已 但是我想我想帮他我想对他好而已 我我跟你说 我上来我懒得跟你讲 你怎么上 就这样我我自己上来 我自己上来